好了,解答下一条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教many,much,a few,a little,a and the 因为其实英文 如果你问我,几个字综合英文 其实就是时间,数量,和系统 因为名词是有分数都数不到 而时间会影响动词 所以早点去找到一个名词 到底怎样数到 怎样看它数不数到 那你在学习文化方面就会方便很多 其实数不到名词有样的 后面没有s,前面没有an 如果数到名词,通常有s 如果没有s,前面只有an 当分到,数到,数不到,a few,a little,自然就不会错 article就不会错 那你写句子就会成形,an就不会错 所以在k2,其实many much,a few,a little 要你用四个字 你单重数清了之后 你写句子就不会有些很无谓的错出现 感谢大家